这不大索第二天吗 亲自拿了五千万的汇票 找到了杜城 该说不说啊 大智在这里面啊 也给他背上求情 要不小程就要熟他了 杜城熟他 能给他熟试买一摊 那不随牛逼啊 别看他挺大 这来了咱说了 啊 大索就说 说说陈哥 不好意思 我自己的弟弟啊 然后我看人不准 我认识他十来年了 我没想到最想到干这事 啊 这个钱呢 这个我出啊 往我找他要 说实话 给你造成的损失 包括信用这个透支啊 等等 我大索表示遗憾 还是那句话 资格值得我 了解我大索杀人 你别说这个五千万了 就是五个亿 我找不着他 我大索菜房的卖地 啊 我也不能让城阁 你们赶在外面难做人 都生丑丑 行大索 你是那样的啊 但是我跟你说 因为这个事 上海的汪海 跟我都不论 而且 因为汪海的信用度 一样应该上海的影响力啊 直接就受损了 说实话 这圈内的秘密 藏不住 啊 但是既然 智哥也说你了 而且啊 呃 我希望我看人没错 咱该哥们是哥们 我之前说的话啊 你别往心里去 哎呀 你应该的 城阁 你说这个都对我 我都能理解 这样 那咱不废话 你那个弟弟叫赵春阁的 我他妈必须得找他 腿必须消瘦的 在哪里 哎呀 城阁 我昨天晚上 连夜给我气的 都这么直得子 我打电话 这小任了 然后我再找他 找不着了 我让我兄弟二所 啊 还有我自己这些弟弟啊 给汤山科拿找他 满汤山是找的 现在我跟你说啊 现在没找找他 但是我估计啊 他没离开汤山 因为汤山有公司 有买卖 行 我给你上汤山啊 我给你上汤山 宝哥眼花 我去 汤你妈 这匹太大人了 必须得干的呀 不是 城阁 这找他 不一定一天两天 能找着你 我就当溜达了 啊 我跟你上汤山 我必须得抓住他 这小子我抓不着的 我跟你说 我这气他妈的 我睡觉睡不着 大叔讲话呢 行 大叔 那你就留你城阁 还有你汁哥 他们就去 那个宝哥 你们就去吧 啊 然后真能抓住他 呃 必须得出口气 这个事啊 就是别打死他 也得打残的 这笔小子是怎么见诏 大叔讲话 那行 那那城阁 那宝哥 那咱回汤山吧 废话不多说 杜成啊 亲自带上手下兄弟 陶强江兴 啊 金帝老黑 还有唐立强跟袁南 一共他们齐不个人 啊 还有宝质啊 这不都去了吗 啊 志哥没去啊 上唐山 来到唐山的当天 就来到大叔这个啊 这也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啊 在公司里面 啊 小城讲话呢 不是这小的 他还能就把 挖地道啊 猫起来啊 啊 大大叔啊 你给唐山也是大哥 最大流氓头子了 就找个人这么费劲 大叔讲话 陈哥 我现在 我在打电话 我在出去这地方 你别着急 红灵啊 哎 这个 孙红灵谁啊 就是二所 亲弟弟 有没有消息 有没有消息 哥 我现在柯纳找他 啊 打电话 有时候这边 偶尔还接 他就说 没在唐山 是吗 找他 啊 给我抓了他 放出消息 跟唐山的各路 这个大哥啊 什么什么 那个这个这个 啊 有 有 道上有名的 就就就告诉我 大叔悬赏 我也抓他啊 谁要是发现他啊 给我交到我这嘎嘞嘞 操他妈给他拿一百 弦哥 你放心吧 电话不多数啊 杜城他们给这嘎嘞 不就是哎 吃点东西 喝点东西的 就开始等 就在当天的下午四点多 因为因为这个 我说赵春河的不是一般人啊 唐山他有很 他这笔有点钱 哎 那有人说呢 呃 说这笔干啥 为啥干这事呢 这么损呢 这笔输钱了 输大了 知道吗 当年没少输给澳门 这当时就在这个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 唐山的各路就是认识赵春河的 跟他关系好的 就给他打电话了 哎 哎 春河 不是你去把这大锁了 咋去呢 操你们大锁 可哪找你呢 大锁二锁 满唐山翻你呢 啊 我跟你说啊 你咋个事啊 说你把人坑了 我操你们 找我呢 你你你 我跟你说啊 大锁他翻着你 这个问题 我听他口气都能整死你 你你你 你不信你找人跟他唠唠 你或者你自己跟他主动成人作物吧 你咋整的 你坑谁 你坑大锁 你不疯了吗 大锁跟你关系挺好的 行 那我知道了 好嘞 喂 小松 赫哥 大锁二锁 满唐山 发出黑道通缉令 抓你呢 啊 说说你给人坑了 说五千万又啥的 有多少钱呢 找你呢 反正就要打死你呢 行了 我知道了 好嘞 哥 我劝你 跟唐山你别跟大锁扯 你跟大锁扯 那都十五点顶端了 那谁能整老他呀 啊 除了董四哥 那还谁能整老他呀 是不是 行行行 别废话 我知道了 好了 电话八灯一料 啊 紧接着 不速的电话又打了几个 这位就坐不住 坐不住 醒醒 因为他的公司都在那 他不可能说所有产业都不要他跑 拿电话 主动打给大锁扯 啊 大锁在办公室 啊 跟杜城他们 哎 乘哥 来电话 喂 咋的 赵扯哥 你该咋的 说哥 咱哥们关于这么好 十两年了 干啥呀 满唐山 有头有脸的 做生意的 黑道的 你全圈端一圈 是我坑你了 啊 至于吗 你让我不 让不让我以后在唐山 啊 立脚做生意了 啊 说哥 不至于整这样吗 这点事 这还小事啊 啊 你把我坑啥比较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严谨 基本上那个北京 那个上海大哥要手势我 你知道吗 哥 你不跟那个北京 那个大志挺好 你让他说一声 没能咋的 你别废话 你干哪呢 你猫 抓我整死你 你知道吗 啊 你猫 你猫不了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主动找我来 你不找我 我跟你说 我抓着你 你他妈腿给你打蛇的 茶屁 我里面烧机 哎 大叔再打就不接 大叔眼花 差你妈 都成眼花 你 你这么老 他敢来吗 你给他骗了呀 他不接了 老铁 这个赵春河 把电话一料 赵春河 合进来合进去 我主动找大叔 我肯定得挨手 他大叔肯定得把我推大蛇 最低一点 整死我都不一定敢 他们就找人跟他说一声 谁能整了大叔 我说了 在唐山什么三楼歪 什么四大头 我五雷子的 他们都整不了大叔 但是有一个人 谁呢 就我说的这个董思 四哥 啊 圣哥 啊 有人知道啊 他全名 咱就不说一全名 这个董思哥 为啥这么厉害 因为董思哥 他家有董三哥 也非常厉害啊 你家哥哥 从国外啊 然后带回巨子 投资在河北 做的非常牛逼 说白了百道英识 当时他们做买卖 都跟北京的上城的一些 这个 啊 都是这些二代做买卖 而且董思哥本人 跟谁好 跟河北的王再友 啊 还有陈卓他俩好 哎 就他父亲 就是董思哥跟这个 王再友他爸都都好 那都知道是干啥的吧 河北王啊 别小看河北王 河北王跟 就是王再友 咱们讲的有点小 王再友他爸 跟杜成他爸是平级啊 一个河北的 一个海南的 明白没 咱们讲的王再友 为啥说的 跟陈哥为啥这么服服帖帖 因为他没有 杜成硬实 日本人都没杜成硬实 再一个杜成除了他爸 他还有普正王源啊 加上双战大哥这些人啊 他可能就是他爸杀的 但是他也非常够用了 哎 在友 在友跟陈卓挺硬实 所以说比 人家四哥跟他们好 哎 他们输钱 那时候四哥不也 帮过他们了 所以说 这个四哥是非常牛逼 这当时 然说的 这个 赵春河行的来行的去 操你妈 我找我找四哥去吧 啊 四哥要是帮我说句话 那那那那 那大索不能帮我咋地 哎 这不吗 这比直接 没打电话 就来董四哥这个公司了 哎 到董四哥的公司 啊 人家下面 是你找 我找四哥 你告他 赵春河求见 楼下人上楼了 说四哥 这会儿五点来钟啊 还没吃晚饭呢 说楼下的谁 赵春河来了 说找你 赵春河 唱你嘛 大索可哪翻的 赵春河 让他上来 哎 哎 这不把赵春河进来 赵春河往屋一进 哎呀 四哥 四哥 哎 赵春河啊 不是 你他妈的 挺会找地方啊 你知道大索 他妈 唐山找你不 你把人大索 坑啥比较 你知道不 大索现在 抓你要整死你 你知道不 四哥 哎呀 别提了 这事啊 不能单纯 从我这个说 你他妈 坑一大索 钱 人家满汤山 谁不到去呢 啊 说你坑一大索 好几千万 而且既不坑一朋友 有这事呗 多损呢 这是 大索人多好 对你也不错 不是 四哥 我不输了吗 我给澳门 都输就不拉了 输老钱了 四哥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要不也不能 输钱 我他妈赶澳门 一年我他妈也输过 好几个亿 那他妈输钱呢 输钱也不能干这事 坑朋友啊 啊 哎呀 四哥 别提了 四哥 我今儿来吧 我就想求你件事 你看咱认识这么多年了 四哥 能不能帮忙我 大索人抓着我 整死我 整死你都不多 你他妈太损了 这小的 啊 不是 四哥 我求你了 康山吧 别人说话没分量 你说话肯定行 大索他肯定得给你面子 四哥 我不说别的 四哥啊 你帮我说句话 我给你拿五百万 哎 你跟大索说一声 你让他别守着我 我去见他都行 啊 咋的 多少钱 五百万 你帮我说句话 你就打个电话 你告诉我 你说大索 你说那个赵索哥 是我弟弟 啊 你说那个 那个 你别整他 啊 见面唠了行 不行我钱推回去呗 啊 不能整我呀 五百万 啊 啊 你他不打分要犯你呢 啊 我他妈董事 康山董事 我差你那五百万 啊 你他妈玩呢 你笑谁呢 啊 不是 四哥 你不就打个电话 我给你拿一千 一千行吗 四哥 我去你妈的 滚头的 他妈一千 啊 有人说 董事哥打个电话 值五百一千呢 你是不了解他 啊 他确实有着实力 啊 董事 确实牛逼啊 董事家话 我他妈的人品 能像你似的 滚头的 啊 多钱都不行 赶紧滚蛋 没人就不问出这话 啊 滚滚啊 我他妈人意啊 我不 我就不说别的 赶紧滚蛋 四哥 我求你救你能救我 滚 四哥 我走 这赵春阁啊 从这屋里出去了 走了 上车自己开车走了 这笔刚开车走 董事哥把电话 就打给大叔 傻屁 我跟大叔说给我钱 我挣他那钱 哎 哎 大叔啊 啊 四哥 哎 你是不是抓那个 什么那个 赵春阁呢 是啊 他妈这小坑我了 差什么 别提 刚从我这家走 啊 他妈上我这家来 跟我说啥 给我拿五百万 让我跟你说一声 这小姐会找人啊 知道我他妈跟你关也好 我说话你能听 啊 然后拿外外 要让我保的 四哥 人呢 走了 刚走 你这不给他留下呢 四哥啊 我去我他妈抓 他妈腿打折的 他说啊 毕竟该我这嘎的 你也知道我啥人 你该我这嘎的 抓着 他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四哥的做人 要别人一瞅 说四哥啥人呢 说他妈在 在以为他妈 我在为了几百万 把他交出去 不能回事 你该别这样抓 就抓了 啊 别该我这抓 不是个 还记得不 我杜城 啊 杜城 我知道你啊 兄弟咋的了 不是啊 那个赵春克 给你他刚走啊 啊 对啊 这批把我坑了 四哥 这不是大所的事 是我的事 我他妈上海 跟人家朋友担保 这批把没卖了 卖他们 结果一次送好 人家那边 他们找我呢 四哥 他人在哪呢 你给他给我调出来 啊 你的事啊 啊 对 刚走 你站不上 啊 杜城啊 你跟大所过来 不给他骗过来 啊 我打电话 他能回来 太他妈好了 四哥 我现在就过去 跟大所 你来吧 到我公司 大所知道咋 哪家的 那好了 四哥 那我现在去了啊 放心吧 你过来吧 杜城把电话一撂 大所 上四哥那去 四哥给骗过来 赶紧去 操你们抓这小子 这不嘛 大所二所 还有当时的杜城 大所带了十来个兄弟 杜城还带骑不克兄弟 加在一起小二十人 开着五六台车往那去 这边董事啊 把他电话一撂 8888 就拨给赵春河 赵春河开出去 没有几公里 喂 四哥 春河啊 你回来吧 我四哥 我 我说呀 你回来吧 认识你一回 还给我拿五百万一千万 你四哥我差了点钱吗 咱认识这么多年呢 我就觉得你这小子吧 多行不义 必自弊 应该受点惩罚 你多损呢 你说 你把你大所坑的 你大所的人品 不是四哥 你回来吧 我一分钱不要 我一会儿啊 跟大所说一声 不行把大所约了 到我公司来 啊 你俩谈谈 有我在这个 他不能把你咋地 不行啊 咱就把钱赔给人家 给人道个歉 啊 就拉倒得了 我就看你啊 哎呀 这些年你就 别提别的了 就是看认识一回吧 四哥帮你一回吧 咋整个能鼻死你啊 四哥 谢谢四哥 我真走投乌路 四哥 行了 回来吧 回来吧 啊 你走多远吗 回来吧 回来四哥 四哥跟你说句话 哎 好了四哥 那我可不要钱啊 谢谢四哥 谢谢四哥 赵生哥一把肚 回来 进四哥那个 四哥的那个办公室 在三楼嘛 独门独院 大院 大铁门 四哥还愿耍钱呢 啊跟三老白他们为事总说 四哥坐在楼上啊 这个赵生哥 乐和回来 他不知道我是个拳套 一进屋 哎呀 四哥 啥一遍说 我这次 这次这个节 你帮我渡过去 我以后啊 你给唐山 你有啥事 你用我 四哥你就吱声 不着急 大嫂我打电话了 大嫂说 一会儿就来 啊 然后呢 我跟他说一声 他不能把你打地 给他道个歉 你确实坑人了 行四哥 啊 就哪管给我两个嘴巴子 我也认了 他整死我 那不行啊 啊 四哥 钱不行 我借我 我给他倒回去 行 那坐这吧 嗯 不能打地 这一公斤 就停外面 咔咔咔咔 老体啊 几台车停下 这比他妈 坐贼心虚 越抬头瞅瞅 大嫂啊 小陈 啪啦啪啦 从车上往下下 啊 还有松宝大哥他们 一帮人二来人 从窗窗角就看见了 说四哥 来这些人呢 二多人呢 我瞅着好像揍我呀 来这么多人呢 这谈事啊 走四眼瓦的 揍啥揍你呀 揍你呀 该我这干谁敢呢 来多少人呢 一不咋的 啊 你四哥给躺山 再说句话 来他妈五百人 能咋的 啊 你大嫂出门就那样 你管那事干啥呀 没事没事 啊 啥事没有 四哥不能揍我吧 不能 不能 啊 肚神 大嫂 二嫂 保证他们进门 一进门 啊 这赵孙河还给那家坐着呢 啊 跟四哥喝水呢 啊 董事儿一瞅 哎呀 来了大嫂 哎呦我擦他妈 踏破铁鞋 踏破铁鞋 无名处啊 这是原来得来 都非功夫啊 赵孙河啊 我他妈肯找着你了啊 赵孙河 赵孙河一瞅 不是 说哥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那个四哥 那个 董事儿一瞅 大嫂啊 别带我这屋动手啊 你把人整出去 我这屋都真皮沙发了 有地毯 你是不是 啊 诚哥 你们你们 你们整整门口去 别别盖我这屋 整院里去也行 啊 不弄回事 四哥 你你你 诚哥啊 算四哥对不起你了啊 你不知道咋回事 你惹的是谁 你不知道啊 那个 整出去吧 哎 二所上去 唱 你妈的 金丽大老黑 好着赵孙河 赵孙河 干啥 哎 别动 别动 哎 董事儿 你 你他妈小人 哎呀妈呀 还敢骂我啊 啊 大所啊 你们愿意咋走咋走 随便走 沙发 他们整白的 我换 啊 妈的 大所小 大所见识 我这一妈 啪啪 两大嘴巴子 紧接肚成过去 空汤就一脚 大所会打人的 那一电炮就 鼻子就打他了 哎呀 哎呀我擦 大所 你妈的 你敢打我 大所 哎呀 咋的 干饭店了 来 给我他妈打 腿那么大 来 大所 你妈的 你咋的 让我打电话 你咋的 你咋的 我咋死你 哦 别动 咋的 不服气 也跟我交板呢 还 啊 就到这时候 你不但不 他妈跪下道歉 你还给我交板 哎 大所 我吹牛逼呢 嗯 你管不管 我打电话 啊 你咋的 我咋死你 哎呀 妈呀 这唐山 他妈别说别的 你还能排上 啊 挺会找人 找四哥 四哥 他妈跟你好 跟我好 你还有认识谁 你认识那些人 都通过我认识的 你还认识谁呀 啊 来 我今天让你死的明白 啊 你找吧 来来来 都成点话了 我愿意听这话 来来来 让他找 他妈的 唐山可以买两道 我打个电话 啊 打吧 来把他电话给他 赵春春拿电话 洗手洗手 啊 这是垂死争扎的 老铁啊 人到这时候了 他真没啥朋友 但有一个朋友还挺好 这人呢 帮他说话 还真有点分量 巴巴巴巴 小电话 就拨过起来 大所讲话 说他认识 我都他妈认识 啊 哪个他妈的 不得看我面 能跟他好啊 哎 在当时唐山啊 一个这个办公楼里面 哎 一个大哥接着电话 四来四 哎 长得像 戴个眼镜 思思文文的 穿着西服啊 后面全是文件棍 喂 啊 我是周立杰谁啊 那个杰哥 我 到春河 春河啊 老弟啊 找的呢 咋去了 哥 救命啊 杰哥 我求你了 哥 咋的有啥话 你就说啊 老弟 那个 大所 他妈的 这孙宏文要整死我 要把我推打蛇 啊 哥 我就不跟你消事了 做买卖 我先带他们点 我这办点差事 但是不至于整我呀 杰哥只有能救我了 抓我呢 现在该懂四个 这个要整死我 啊 谁 孙宏文 大所你们俩不挺好的 哎呀 好啥呀 翻脸不认人 你把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 哎 哎 来 电话 谁呀 你杰就知道了 大所那边谁呀 喂 你好 我是孙宏文 谁呀 宏文啊 我 啊 你杰哥 哪个杰哥呀 周历杰 哎呀 杰哥 有人说这个杰哥是谁呀 杰哥是一个秘书 啊 是一个领导的秘书 跟大所关系非常好 啊 然后这这个这个赵孙和的通过大所认识这个杰哥 哎 啊杰哥 咋的咋的呢 大所啊 你跟他谁不挺好的赵孙和 你俩怎么还打起来了 还怎么要整整死他干啥呀 不是杰哥 你不知道 这笔他骗我玩我 这笔坑我啊 坑我前不说 啊 然后他妈的 大所啊 我跟你说啊 不能打来了啊 赵孙和那那那跟我关系也不错啊 杰哥 你可是通过我认识他的 你俩出去还得由我进 也别废话了 啊 咋的我这点面子没有啊 啊 大所啊 我就告诉你别打他这不行啊 有啥事解决事呗 不是杰哥 这事你真别管了 这笔坑我不说 他坑别人的 这里面的事我就不跟你说了啊 杰哥不是不给你面子 我真的揍他啊 我心 行 我让领导跟你说吧 啊 我不跟你说了 好嘞 叶花一料 大所瞅着他 哎呦我操你嘛 你听了挺有路的啊 通通我认识我朋友 出的屁我好 还能还能听你说话 真是这个鬼 周立杰拿电话 紧接着就走进一个领导的办公室 哎 这个领导啊 瞅瞅 进来 周立杰拿个文件进屋 领导 啊 立杰啊 领导 哎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还记得上次咱们在一起吃饭 那个啊 赵春河吗 啊 我知道啊 那小子不整矿 那啥的不就有点钱吗 那小子人挺好的啊 上回还给我送块表 那小子人不错 挺会来事 那个赵春河吧 出点事 谁呢 那个 大所 啊 大所咋的 大所揍他 抓他了 好像差大所点事 要把大所推 大所把他推大蛇 我跟大所说了 我说别打他了 之前打就打了 我听的意思可能打了 他整个啥 让我别管 大嫂现在这么狂啊 没他摸我保的 这是啥呀 咱们现在你面都不给了 不给你面不就不给我面了吗 我跟他说 谁呀老铁 电话发发一搏 唐山能猜出是谁不 这个就是唐山的大哥 白道的这个一把大哥 这个文字九九年 他算一把不 张和和格 有唐山的吧 知道是谁吧 其实他也是大所的大哥 他属于二把 他也属于大所的大哥了 因为大所跟他好 电话就拨出去了 大所这边还这么 那么奇妙的电话响 喂 谁呀 大所啊 我 你喝喝 喝喝 那个 你找我有事啊 大所啊 我听那个周密上说怎么的 啊 你要把那个赵春和什么腿给打折 你干啥呀 你啊 这是这 现在咋的 这这这这这自己这是唐山师傅链顶端最大了 贼面都不给了 那周密上说句话 他不跟我说的一样吗 那怎么的啊 大所啊 不是 小春两话谁呀 说个点话 那个 二哥 不是那么回事 你不知道这里面咋回事 啊 这小子办事太他妈差了 啊 这小子坑我坑我坑我老做事了 啊 就这一个事我跟你说 我帮他 然后我 你别这声了 大所啊 之前你打了就打了 我不说啥了 这赵春和我也见过啊 人不错 我这么跟你说啊 你不能再动手了 啊 这赵春和啊 我告诉你啊 你绝对不能动手了 听见没 不能打了 以前打就那么低了 啊 你把人放了 呵呵 我 我说话啥的 我说话也不好使了 啊 还得我去求家 那不至于喝喝 行了 把人放了吧 至于有啥事 过后再烙 好嘞 一会儿八成一撂 大所真没法下手了 毕竟你是唐山社会 眼见唐山的这个扛袜子 你见小城他还敢扛 那大大大 大所行 但是赵春和 我跟你说啊 这个小师是 张和啊 人家非常了解大所 他认识老多年了 讲话呢 说这个大所 他妈的这小的 他妈的驴马烂的出身 菜刀队出身 八年代就菜刀队 这小脾气秉性难整 我打完电话都不一定好使 周密说啊 你给那个六三门的杨局长把电话 让他去 把人接回来 啊 这个赵春和啊 这个事不但要保他 而且啊 通过这事咱也知道 大所他到底 他们给不给咱面子 怎么混大了现在啊 人也是咬口气 这当时周密说就给杨局长啊 就六三门那 唐山的一把大哥大聊了 喂 哎 杨局啊 你好周密说 哎呀你好你好 哎周密说 是这样啊 有个啥事呢 这个咱们领导啊 要保护人 这人在哪呢 在这个董事 那个公司 说大所啊 这个孙宏文 给那个要废了他 啊 大所要废他 给董事 哎 谁呢赵春和 赵春和我知道啊 你这么的 你去那个啊的啊 你替灵灯把赵春和给我接回 啊 然后呢 大所这边咱也打电话了 不能再动手了 听明白没 之前可能打了 啊 那明白了啊 好好好 哎 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杨局长接到电话之后 老铁咱在手这边 大所把电话一撂 此时啊 杜城瞅瞅 大所演话呢 城主 不能动了 领导打电话呢 谁呀 哪领导啊 那个 我们 这个市里面的这个 小长长 啊 张和 哎呀 妈这这比我 他妈他挺硬实 他他通过我认识 我大哥都替他说话 城主 我我这真动不了手了 不行就这么地吧 啊 算了 钱不行 我管他要回来 童谣讲话 张和是干啥的 啊 这姑娘 低下这小子啊 赵春和往前一站 哎 挨了几电炮了 说个 我这回能走了吧 啊 你看我说你动不了我 动不了我 还给我好几电炮 行了 这事算老弟对不起你了 回头啊 这钱我给你拿 啊 五千万吗 我他妈凑凑能给你凑出来 你不至于要整死我干啥呀 谁不交几个朋友 哎 你真挺硬实啊 啊 跟我处理劲 你自己私下 他妈隔着过台上课 你都出好了 你啊 你行啊你啊 行不行的 这玩世代人为 我也没擦事 啊 反正这么回事吧 说不说 还这句话啊 算我对不起你了啊 然后回头 回头钱我给你拿过来 啊 我走了啊 你就打过你去了 我就不跟你一样了啊 等等 小城要动手 好像啊 杜城起来 讲话站着 赵春和回头 说小城 干啥呀 宝贝站起来 这我这大索 就接了个电话 喂 哎 杨哥 又站门的啊 说大索啊 我刚才接到周密 这电话 说那个和哥啊 哎 让我去接一个人 哎 赵春和你可不能再打了啊 我现在往那赶呢 我带着手下啊 你可不能动手了啊 大索 你要动手的话 我跟你说 我都抖不住 行 想赶 放心吧 我不能动手 行了 我现在往那赶 二十分钟到 好了啊 哎呀 大索 大索眼花 乘着 我动不了手了 杜城眼花 不站 大索回头 杜城 抽抽 抽抽宝哥 金利大老黑 全起来了 啊 大索眼花 二索啊 抽啥呢 咱出去吧 啊 四哥呀 咱们出去抽个烟 落会儿喝 董事与 好 啊 走吧 咱们出去抽个烟 大索二索代兄的 还有董事与去 这时候二索一出门 抽抽大索 哥 能行吗 再打电话 人家那边张盒 盒盒都说话了 啊 这这这这不好吧 不得找你啊 大索一笑 跟我啥关系啊 杨局长还来电话呢 杠我不能打你 啊 说收到领导的这个电话呢 是咱们打的吗 咱们一动手就行呗 就屋里那些活爹 他哪个他敢抓呀 吹牛逼呢 还张盒 谁他也抓不了啊 是不是 啊 咱抽烟 小城过来啊 这招送车讲话 你干啥 不是 你们干啥 招送车讲话 干啥 啊 你们走 你们干啥 我可不是汤山的 我可不惯着谁啊 操 你们 哎呀 紧接吉利大老黑 小城讲话 招打 杜城啊 保持还有这个 陶墙 那大 圈肥脚呢 那讲话呢 那江星 那批他吧 那叫 烟灰缸啊 屋里面只要瞪了 就听屋里疑惑的 哎呀妈呀 别打了 再打死了 打了足足的 有十五六分钟 老铁 这时候 杜山他们都打累了啊 坐这嘎嘎嘎嘎嘎嘎 保持也坐这儿 再瞅这人啊 老铁 大所他们都没进屋啊 再瞅这人 给地下躺着 就听着动静 都没动静 这人就啥样的 老铁 眼皮上翻 童口放大 最纯的牙都打 掉霉了 鼻子也塌了 浑身 我这么跟你说 十多处骨折最低 胳膊腿都给打折了 硬消的烟尾缸消脑袋 就是有口气上存了 救命啊 就打完毒了 快死了打了 但也就在这时候 六三门的杨局就到了 咔咔杨局长车 咔咔往那一停下了四五十人呢 杨局长啊一下车 大所大所过去了哎呀 杨哥来了杨哥 大所啊 对了那个领导让我求的那个赵春河呢 把人交给我呀 哎呀杨局啊 人好像交不了你了 咋的啊 你不会是领导打过电话 你都敢打人吧 大所抽着眼讲话了 杨哥我可没打人了 人可不是我打的 人残了 不是我打的别人打的 别人打的 谁打的啊 这不有话告诉你了吗 那我可管不了人 而且我跟你说杨哥啊 我劝你 屋里的这些爷你也懂不了 我跟你关系不错 我不坑你啊 屋里那些人啊 我跟你说都是二代 不是大所啊 你这样我太难交差了 那个你这样 我先跟领导说一声啊 我进去看看去 快杨局长进入写 讲话先看看人去吧 等杨局长他们推门一看 这些躺的人啊 救命啊 谁打的啊 他娘子谁打的 都成宝哥他们抽着他 都抽烟抽着他 你喊啥呀你 你干几个啥的你是 我干啥的 你们都干啥的啊 你把谁打的人 这边大所把电话也拨给谁了 就拨给当时咱说的这个张和了 张和也接了 喂 那个赫哥 我大所 大所 你咋的 赫哥 你别生气啊 杨局长来了 但那人吧 残了 可不是我打的 不你打谁打的 那个赫哥 别打的 跟我可没关系 打残了 对 你妈大所 我他妈打电话 告没告诉你 别你动手 我没动手 你他妈没动手 谁动得手 这边杨局长 讲话 操你妈 不是那个张和把电话就撂了 紧接着杨局长电话响了 老杨哥 怎么样 人呢 听到 好像尚存一口气 人已经残了 他胳膊腿都背过起来 他当烧鸡脉 谁打的 听到 现场人都没走 打人的人 我看好像身份都不一般 都感到挺牛逼的 刚才大所说 都是什么 二代 二代 就三代也不行 谁打的人 包括大所在内 二所 大所的什么 你把总事 都给我 都他们整回来 什么 领导 都抓过去 都他们心抓过来 老铁 这笔激动了 在错误的事件 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他把大伙全抓起来 那不废话 杨局长 那个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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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回家 很多人都听理由来说 那张和不跟大所关系好吗 那肯定这个 大所最近的表现吧 不当好 说白了 我个人认为 可能大所 他妈能力强了 有点飘了 对张和 维护不够用了 沿着赵 沿着这个 赵春河 可能维护的就比他又好了 这都背不住 不是别人 杨局长来了 说来 把他们 都他们给我带走 上去这帮人 呼呼啦啦的 阿斯就把杜城保哥 他们全 最后那大所就说 说杨哥 我不坑你 这帮人最好别带扣 啊 你别给整了啥 要不你废了 啊 这些人我跟你说 那都不一般 杨局长也挺聪明 说不用带扣子了 啊 说呀 都带回去 这就把杜城保哥 还有当时 董事都带回去了啊 包括这个大所 他们就回去 回去了 这边这个受伤的 也被送到医院了 这个赵孙和 当时是没死老铁啊 但是被抢救过的 这批废了 那你说 你说我说 挥身好几十处骨折 胳膊腿都掰扯了 那能好吗 事情到什么时候呢 到这个六扇门里面 就就有转变 啊 大所因为没上扣子 他跟杨局也挺好 俩人就到办公室了 把杜城他们就关在楼下了 说那个杨哥 我不跟 我不坑你啊 我告诉你这些是啥神 那个姓杜的叫杜城的 他怕是海南王啊 海南王 对 还有 那个叫吴双宝的 他哥哥呀 啊 那是小五哥的一把手 这 还有呢 陈卓知道不 王在友知道不 咱们河北王老大的儿子 王在友 在你面前只能管 叫成哥哥 是人的小弟 有车事 你要是等他们任何一个人 你都废了 啊 我现在把他们请出来 他们不生气啊 不跟你一样呢 让他们打个电话 啊 让他上面神仙打仗找去呗 你现在你把这个事 你要是整大哈 张和最后车突然 你废了 赶紧赶紧赶紧 把人整上来 老杨啊 该说不说 挺聪明 这么杜城 跟宝哥他们就请进来了 请进来之后一进屋 也没打也没骂的啊 这谁呢 哎 大嫂就说 说成哥 呃 这个杨局啊 也是上纸下饭 没办法啊 跟我关系非常好 啊 这个成哥 你们打电话 赶紧找人吧 不行找陈卓 找王在友吧 啊 这个张和 是咱们唐山的 哎 这个领导 那肯定他归河北馆呢 不成人丑 行 啊 我打个电话 电话就打通了 喂 在这儿啊 你这样 啊 呃 有个事啊 唐山这个啊 知道不 唐山知道吧 咋的成哥 我他妈 让唐山 那么六三门给抓了 唐山六三门抓你 谁呀 他疯了他 不是 跟六三门没关系啊 谁呢 唐山这个啊 那个领导 叫叫叫什么张和的 啊 这个张和啊 张和 我不熟啊 咋的了成哥 他 我长话短了啊 这个事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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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杜成就像我讲故事 把这个大概的事一讲 到底因为咋回事 这赵孙和坑的人 啊 明白了成哥 你这么的 我现在就给我爸秘书打电话 操 张和八和的 谁和能咋的啊 我我都不用找我爸 我找我爸秘书就好使 对对对对 我先去打电话 好嘞 电话发灯一溜 打给周秘书了 喂 周叔 我再有 啊 再有啊 咋的了 周叔啊 我就不给我爸打电话了 那个唐山那个啊 叫张和的知道吧 张和知道吗 张和 咋的了张和 这个把我这个朋友抓了 我那朋友谁呢 海南王的儿子杜成 还有当时宣伙和学五个 那个一把手的这个弟弟 宝哥 啊 这些人 妈的也不经不分青红皂白 是不是 我告诉你咋个事 啊 大概 哎对 就就这么个事 你说这笔他妈的 他脑挖的 有虫子是什么的 他把我朋友抓了 他他他敢动 这些人一下他废了 你知道不 啊 行了 我知道了 再有 你这么点 周叔打电话 啊 你放心吧 好好好 哎 我让他立马放人家娃来 哎 这当时宣伙的 张和在他办公室 就接电话 喂 啊 哪位啊 哎呀 周秘书 张和啊 你是脑瓜子钻金了 还是疯了你啊 咋的了 周秘书 你看 咋的了 啊 你是不是把人家 这个这个叫杜城的 还有叫无双宝的 给人抓了 啊 因为 因为什么这么大所 什么 他们这些事 啊 有这事 是我抓的 啊 我下的令啊 因为啥呀 因为啥 他们非法拒进 还把人打残了 啊 这个事我跟你说 我还几次 你啥什么能量啊 你抓人家 啊 我告诉你啊 知道人干啥的不 他怕是 那个海南王 还有那个 那谁 啊 那无双宝 我就不就就不跟你说了 哪个人家整不了 你赶紧把人放了 周秘书 我这 咋的 还有领导亲自跟你说吗 这点事 别问为啥 把人放了 是 我知道了 赶紧立马放人啊 你啥能量啊 你想把自己玩美啊 你啊 赶紧把人放了 是 喂 杨菊啊 把人放了 啊 领导 我 别废话 把人放了 没打人吧 没有 把大所什么 懂事啊 还有他们那些人 都放了 行了 好嘞 承哥 打电话了 啊 你那边收拾消息吗 哎呀 在河北呀 他妈真好使啊 你啊 别说啊 你这边电话没到呢 这边电话来了 告了 没事了 要么走了 承哥 你敢打的我安慰你吃饭 不得了 回去我一会儿还有事 我回北京 你过来上上北京吧 跟陈桌 行 那承哥有事这事啊 哎 这这这这 上喝也好 我爸一句话的事 他妈让他干他干 不让他干他滚蛋 行行行 好嘞 电话就撩了 这杨菊丑 哎呀 这对不起了 这个有点误会 这个 跟你没关系 啊 走吧 纵人往处走的时候 啊 大所电话响了 喂 赫哥 大所 你真牛逼啊 啊 跟省里的大员 现在都靠上了 以后我这都得靠你扶持了 啊 大所啊 不是 赫哥 不是人不是我找的 这个 我不认认他们 你拉倒吧 大所 你现在太牛逼了 你现在你打个电话 就能压着我了 啊 行了 大所啊 你现在混大了 你现在牛逼了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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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哎 赫哥 听明白没 张哥生气了 废话不多说啊 当时这小子就被打残 那小子钱还得给人家倒回去 这都没毛病 这肯定都给拿回去了啊 给大所都退回去 但是就在杜城他们走后啊 啊 也就是几几天 你能有个四五天 这一天 大所在红文的办公室里 红文公司吗 手下来人的 说所哥 出事了 咱家那几个公司都被疯了 啊 大所一听 大所就明白咋回事了 啊 指定是因为张和长的 拿着电话 巴巴巴就打给张和 赫哥 这 咋生气了 我这公司啊 是不是你派人疯了 哎呀妈呀 大所啊 这可不是我派的人 那你看你不派人 但这个就 那是不是你犯犯错误了 你那公司确实不合规啊 啊 确实是也有关部门啊 查你啊 那你有漏洞啊 那你消防部克格 肯定不能让你开啊 对不对 你在工商之后问题 肯定得同一半的 啊 不是赫哥 那天真不是我找的人 行了啊 你不认识人吗 你认识人你就打电话吧 这个你不认识省理大员吗 是不是 你哪个部门封了你 你就找省理大员呗 让他打电话呗 这这事 是不是你牛逼现在啊 好嘞 不给你闹哩 看见没 神仙打仗 底下是造罪的 张和整不了杜城他 但是整大所还是措措有余 那有人说大所那就打电话呗 啊 封你公司 你找杜城 杜城去找这个王大友 找他爸 他爸去找这个 哎 这个他去说解封 确实能查点毛病 查谁谁没毛病啊 那你今天 这部门 明天那部门 这这人情可大了 说白了 能不能一次性 整明白的 大所经过深思熟虑 给董四哥哥就找到去 这就是每个人 办事的方式不一样啊 四哥 我大所啊 大所啊 咋的呢 四哥 上次那个事啊 张和肯定是成细了 对 找他有关部门 给我封了 我是该北京那边 人找着人 绕了一大圈的找他 这次封了这个问题 下次呢 是不是 我不能因为这点事 我天天去找那个大领导家 那得多大人情呢 四哥 你看你跟这合格不错 能不能给圈了圈了 然后那个 再把这事 唠一唠 我也没想着针对他 再说也不是我找的人 这么回事啊 行了 我跟张和说 不行晚吃点饭 你上我这来吧 哎 那好了 四哥 四哥跟大所好 董四哥拿电话 打给张和 哎呀 和哥 我董三 啊 董四啊 咋的 跟大所生气了 不是生气呀 我俩那是有仇了 啊 咋的老师 你要帮他 哎呀 你不知道咋回事 哎 那个大所啊 这个事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大所这个事没闹 看我面子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在我公司小食坛 啊 坐在一起 啊 给个机会 给我个机会 还不行吗 就当给我面子呢 冲你行 我去 对点啊 不见不散 大所给对面 大所啊 你破费一下了吧 准备这个数 啊 整个卡 啊 行 多些都行 当天晚上张和来了 穿个中山庄 戴个眼镜 啊 哎 准备出一本正面的书 记住 哎 大大所就跟那个 这个董四 董四哥都跟他坐着呢 屋里没别人啊 人家来了 也是一人都没在司机 开车就记住 张和他都整不了董四 实话 推门往屋一进 哎 鼻子鼻子 不是鼻子脸 不是脸的 啊 董四哥一瞅 哎呀 和哥来来来来 和哥 啊 大所讲话 和哥 那个还生气点 往这一送 啊 这时候 董四一瞅 和哥 我跟你说吧 那天呢 那真不是大所找的员 那个叫杜城 人找的员 他爸是什么 这本海南王 哎呀 这帮二代就那出 大所可一直都挺 都都挺尊重你的 他都都老不好意思了 啊 那啥 那个 啊 咋呀 我孝顺你的 我懂事 孝顺你 你得拿着 啊 不是 懂事把卡 塞他兜了吗 大所给他 不能要 大所啊 赶紧给你 那个和哥 道个歉 和哥 我不管认识 谁也好 啊 你永远是我大哥 啊 那个事吧 真不是我 啊 我这对不起了 和哥 大所啊 今天这董事 在这个啊 我跟你说啊 大所 我告诉你 啊 你们作为企业家 唐山的也好 河北的也棒 你们把这个东西 做大了 企业做大了 对我张合来说 这是好事 也是往我脸上贴光 哎 那是那是 但是啊 你得分清 谁远谁近 我真就那啥的话 难为你 你天天找上面领导 就就就 就把这些事啊 啊 没必要吧 而且你在我心目中 我一直啊 我这么跟你说啊 那个赵春和人也不错 所以说这个事 多多少少 你们有点过分了 不至于咋那样啊 我都告诉你 是是是 行吧 喝酒吧 他妈 上人喝上酒了 等喝完酒了啊 这个张合走了 大所跟董事讲话 董事讲话 我送送你喝 哎呀 不用不用不用 回家啊 行了没事 开车走了 等他们走了 董事讲话了 大所 看见没 啊 多少钱 二百个就摆平的了 啊 多大点事 就二百个 你没有啊 不是我 知道为啥 人家帮这个赵春和吗 为啥你先认识 也认识张合 也能保赵春和吗 说明平常你还是没维护到 有些事你办差了 你现在混得大了 可能有些事吧 你就没照顾到 平常啊 三百个二百个 你先送一送 维护维护 过一些 那怎么后任人都凭你出的好呢 你身上还做的有点毛病 对不对 大所 真是 是这么回事 行了 哎 这事老铁就这么解决了 就二百万摆平了 事实上他可能就是叫骨劲 说大所 你现在行了 一年可能你也来 就来这么一次两次的 眼睛眼睛可能赵春和啊 刚认识这么大领导 可能他们趋得就更勤 这东西这样 不分先后 你得维持 你不维持 我跟你说啊 就白急不扯 哎 大所后来确实牛逼啊 牛逼之后可能就是 这个年一年 可能不差你事 我给你拿去吧 三百五百 就得一次 就平常就魅魅魅魅魅魅道 大所的公司第二天也 也开了啊 哎 事跟以前也都那啥了 而且老铁啊 这个事啊 讲到这其实还没完事呢 这个公司 记得不 那个上海 那个热电厂吗 通过这个汪海 找到小城 啊 汪海还带小城呢 他们又给买了一批煤 哎 通过当时这个 哎 五雷的他们这帮人 买了一批煤 小城呢 可能挣了一千多万 哎 宝哥挣了几百 大只没得 没给大只 哎 人家那边人 人家 汪海 还是得了三四千万 这个事就拉几不到了 嗯 嗯 嗯